近期,俄薛联军对虚定内极端武装的打击,列战连结,已经将IS武装压制在耶尔木科盆地内部足270平方公里的小小范围中,持续7年之久的薛利亚内战, 似乎即将迎来和平的曙光,IS武装在联军的打击下,被迫撤向格兰高地,穷口需要猛追,俄薛联军的打击范围离格兰高地越来越近,直到前几天,一架薛利亚空军的苏德22战斗轰炸机,进入格兰高地内两公里,被以色列发射防空导弹击落,这次所谓的进入完全是以色列的大方面说法, 许邦对此事否认的,不过俄军并未对此事做出针对性的反应,仅是和续空军交换了空袭行动路线, 那么在格兰高地附近空域,进行空袭的虚空军,负责轰炸耶尔木科盆底内的IS武装,而由俄军出动缩到34战斗轰炸机,丝毫不顾以色列的反对, 它编对格兰高地附近的IS残扣,动用白鳞蛋和航弹大肆轰炸,此次俄军所用的白鳞蛋内,装填有白鳞药剂,在目标上空炸开后, 固燃点仅有40摄氏度的白鳞颗粒,会立刻开始自燃,燃烧的同时,还会释放大量白烟,达到纵火和释放烟幕的双重效果, 燃烧的白鳞粘到皮肤上后,很难剧除,会一直烧到露出白骨为止, 白鳞燃烧时释放的白色无氧化二氧烟雾,也对呼吸系统有极强的刺激性, 同时,白鳞具有肝脏和神经毒性,越战时就有被白鳞弹烧伤,但烧伤面积极小的军人,于一天后死于白鳞中毒的案例, 所以,鉴于白鳞燃烧弹的威力,联合国禁用了该武器,但联合国的条例对几个大国,有多大用? 各位读者应该也清楚,所以俄军对所谓禁用是有恃无恐, 加上联合国禁用的是以纵火为目的的白鳞蛋,只要俄军硬说他们的白鳞蛋是释放烟幕只是目标用, 联合国也没辙,白鳞坛在爆炸时的场景如同火与脱绝烟雾坠落人间,不巧,穷凶疾恶被IS分子的观念里, 恶魔和罪人在死后遥入火域受苦,现俄军加大对IS分子的空袭力度, 白鳞坎为阿弹如雨下,空袭过后场景正如人间火域一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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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